近期,中国多地机场、口岸、定点医院陆续出现境外输入惯联病例,并造成一定范围扩散。 8月4日,中国交通、邮政、移民局等部门同台发声,介绍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。 据统计,截至8月4日上午9时,中国有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, 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,为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多。 为防止疫情,通过交通场站和交通工具传播,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实施客运管控。 我们指导,设议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, 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、出租车、顺风车业务, 对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实施甩站跨站运行。 国铁集团介绍,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, 近日国铁集团暂停发售南京、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的车票, 并推出免费退票措施,引导旅客合理安排出行,减少人员流动,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。 同时在车站和列车上也采取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。 强化战车消毒通风,保持安全距离,引导旅客全程佩戴口罩, 同时加强应急处置,在列车上设置了隔离席位。 一旦出现发热旅客等情况,及时进行隔离消毒,并下交给地方防疫部门。 针对快递小哥,国家邮政局表示, 要全力推进从业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。 2021年上半年,全行业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90%, 他强调还要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。 其中处理进口冷链相关的从业人员要定期全员做核酸检测。 发生疫情的地区,快递小哥群体要优先进行核酸检测和疫情的排查。 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出,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, 移民局将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的管理, 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, 严格限制非紧急、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。 从业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, 对非必要、非紧急出境室友、 斩布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。 刘爱桃表示,对于申请赴境外留学、就业、商务等 区有需求的人员,移民局将及时受理, 经审核属实以后签发出入境证件。 对参加国际防疫抗疫以及因企业复工复产 需要出入境的中国公民,将及时受理审批 或提供加急办政府,积极支持全球防疫抗疫, 助力经济复苏。